画面上是中一路旁的国门广场 施议员郑文婷接获孝三路商圈民众的陈勤 希望能在国门广场与海洋广场增设斑马线 才能将人流导引到商圈 特别跟当地的新店里里长陈又义等人 邀请市府交通处等单位进行会刊 我想这个海洋广场也好或者是国门广场也好 假日的时候都可以吸引很多民众来这边散步逛街 那这个陈勤案件其实主要是孝三路商圈的店家们的一个陈勤 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人行道 人行穿越道 让这一些行人透过人行穿越道走到对面 也就是进入到孝三路的商圈 让商圈的这一个生意能够越来越好 那我们经过跟交通处会刊之后 他们也同意研议办理 当然这两个路口有相当的一个复杂性 那车流量也非常大 交通处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担忧说 要增设人行穿越道会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但是经过我们的说明跟民众的一个解释之后呢 我们建议交通处在秒数不增加的情况之下 维持一个原本交通的一个顺畅度 那同时也增设人行穿越道 让行人可以从这一个我们的国门广场 还有海洋广场这边走到对面的这个孝三路的商圈 那进一步来带动商圈的一个商机 那我们要求必须在五月定期会之前来提出他们研究的一个报告 郑文庭议员强调 期盼市府交通处等单位规划研议 能兼顾交通安全与促进在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来增设斑马线 便利行人大众也促进商圈的活络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